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杨俊 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三则重霸新闻 首先俄罗斯总统普京时隔24年再次访问朝前 与金正恩会晤 双方在军事经济和文化合作方面达成显著进展 引发全球关注 接下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结束了为期四天的澳洲治理 最后一站参访了矿产丰富的西澳洲 期间还发生了澳籍记者成为在中澳文件 签署现场被阻挡的事件 成为媒体焦点 最后英国大选在即 工党承诺如上台将改革足球监管 英超球会未来转会交易可能会被征税10% 这一举措引发了广泛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DBC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6月18日访问朝鲜 这是他24年来第二次他足评查 此次访问的主要议题包括军事经济和文化合作 普京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能就军事合作进行深入讨论 尤其是在武器和核武器方面 两国还可能在文化农业经济和旅游方面加强合作 朝鲜研究大学教授京东叶认为 这次会晤可能会产生实质性的结果 俄罗斯需要朝鲜的武器 而朝鲜则需要俄罗斯的技术支持 特别是在太空技术和核潜艇方面 经济合作方面 朝鲜可能向俄罗斯输出劳动力 以换取外汇收入和基础设施重建的帮助 两国还可能讨论旅游业合作 增进两国关系 改善朝鲜的国际形象 德国之声报道 中国之声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结束了为期四天的澳洲访问 最后一战是矿产丰富的西澳政 显示中国对澳洲关键矿产的巨大需求 李强参访了中国企业战股的天启理业 和福特斯克旗下的干净能源研究机构 澳洲对中国在全球再生能源供应链的主宰地位感到忧心 因此对中国在澳洲关键能源产业的涉入非常敏淡 李强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的会晤成为焦点 尤其是澳籍华裔记者成雷在中澳文件签署现场 被中方人员阻挡一事引发关注 阿尔巴尼斯表示 澳方已向中国使馆表达关切 并强调澳洲记者工作不应受到任何阻碍 中澳总理还签署了涉及国防、贸易、教育、气候变迁 及文化交流的合作文件 经济日报报道 英国工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承诺改革足球监管事务 可能对英超球会的未来转会交易征税10% 工党党魁施济贤和影子文化媒体及体育大臣戴本奈维表示 将重新停估2021年足球改革中的转会税提议 认为小球会也需要资金投资基建 工党希望通过增加球会的财政可持续性来实现这目标 保守党在2020年提出的足球监管法案中未包括转会税 而工党则在竞选宣言中承诺成立独立的足球监管机构 让球迷在英格兰足球的未来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 工党希望通过这一改革时 草奔求会也能享受到足球利润的成果 经济日报报道 驻美国大使谢峰上周五十四日会见了美国白宫国家 禁毒政策办公室主任姑普塔 双方就推进两国禁毒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的沟通 谢峰欢迎姑普塔即将日团访华 并介绍了中国禁毒部门近期的工作情况 他强调芬太尼问题并非中国制造的问题 但基于人道主义考虑 中国一直在力所能及的协助美国应对这一问题 付出了巨大努力展现了合作诚意 谢峰呼吁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认真对待并解决中方的关切 为下一步合作营造良好氛围 去年十一月中美元首在美国三藩式会谈中 同意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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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 以打击全球非法制发药物 包括芬太尼等合成药物 经济日报报道 OpenID Charged GPT本月再度出现故障 导致服务离线约二五小时 这是本月内第二次出现类似情况 网页追踪监测网站D&DT报告显示 仅在美国就有逾80位用户报告问题 不论是在移动装置 还是网络平台上使用Charged TTTT 机军无回应并显示错误讯息 OpenID随后确认了故障 伺服器状态页面一度显示 我们目前正调查查TTT错误率增加的问题 现已更新状态栏位 显示所有系统已恢复正常运作 乔报报道 NBR2023到2024赛季总决赛第五场 于18日结束 波士顿凯尔特人逐场以4比1的大比分 战胜达拉斯独行侠 夺得本年度NBR总冠军 这也是凯尔特人队史 比18个NBR总冠军独居全联盟第一 比赛中 绿山军手节便确立了两位数的领先 普里查德的半场超远压哨 更是将分差扩大到20分 尽管独行侠数次组织反攻 但未能有效缩小分差 最终凯尔特人以106比88 轻取独行侠 杰伦布朗当选总决赛 在英飞批凯尔特人方面 塔通姆凯甲31分 8篮板11助攻 布兰21分8篮板6助攻 霍勒迪15分11篮板 怀特14分8篮板 独行侠方面 东契契28分12篮板5助攻3抢断 欧文15分9助攻 约神格林14分 小琼斯10分 小琼斯10分 自2017年选中塔通姆以来 凯尔特人在阵容变动与战绩波折中 逐渐确立了以双碳花为核心的球队框架 最终在本赛季组建起了一支 内外线均衡攻防兼备的球队 成功夺冠 乔报网讯国家公园管理局 MTS联邦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 公布了灰熊重返北卡斯卡特山国家公园的声明后 决定采取积极行动 将灰熊从洛基山脉或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陆 转移到北卡斯卡特山 这一决定标志着多年来为帮助灰熊回归历史家园的努力 取得了成果 国家公园保护协会主席特雷沙提尔诺 称灰熊回归是公园野生动物的胜利 根据计划 小群灰熊将在几年内转移至北卡斯卡特山 直到形成一个大约有25只熊的固定群落 北卡斯卡特山脉被认为是美国最崎岖的山脉之一 占地超过9500平方英里 是灰熊理想的栖息地 自1975年以来 灰熊被列为受威胁物种 国家公园管理局还建立了 由野生动物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组成的社区 并与其他国家和国际野生动物组织合作 为复杂的野生动物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国家公园基金会NTF也资助野生动物监测和新公园单位的建立 保护了34种冰威动物 侨报往续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TF宣布 将为夏威夷原住民和阿拉斯加原住民文化和艺术发展项目 拨款150万美元 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查克萨姆表示 这些拨款将支持语言、历史、视觉和表演艺术 以及工艺的传统和现代表达 阿拉斯加原住民遗产中心获得了75万美元的拨款 提供由阿拉斯加原住民社区的大师艺术家教授的免费课程 增加学习传统艺术形式的人数 希拉斯卡遗产研究所也获得近75万美元 用于将年轻的阿拉斯加成年原住民 与西北海岸艺术性的社区教学机会联系起来 国家公园管理局还致力于发展亚太裔文化 与华裔大厨戴生有千姿万缕的联系 1915年戴生为内政部长特别助理史蒂芬马瑟的野外探险做饭 令探险团赞叹不已促成了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成立 南加州华裔历史学会前任会长梅元宇表示 贷生的厨艺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有影响力的人 对山川产生积极看法 乔报训美中两国的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 有很多建立的姊妹公园关系 他们之间的合作有助于应对共同的挑战和发展 优胜美帝与黄山、九寨沟结成姊妹公园关系 面临承载能力和城市增长的影响 优胜美帝和黄山风景区的姊妹公园关系始于2006年 两帝都是艺术家的灵感来源 优胜美帝和九寨沟的姊妹关系也始于2006年 两帝居民通过旅游业卢生、俄勒冈州火山口湖国家公园 与中国武夷山国家公园签署姊妹公园协议 鼓励文化和环境研究交流 猛骂洞国家公园与中国的石林、力波、张江和武栋芙蓉洞有姊妹关系 地质上有相似之处 先纳渡国家公园与北京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于2015年签订姊妹园区协议 存在相似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系统 其他姊妹公园关系包括云台山与大峡谷 长沙阳湖湿地公园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法轮公园等 乔报网讯堪萨斯州于17日对辉瑞公司提起诉讼 指控其在新冠疫苗的有效性上进行虚假宣传 并隐瞒了疫苗的风险误导公众 诉讼指出辉瑞公司隐瞒了疫苗与妊娠病发症和心脏炎症等副作用的关联 尽管在福尼尔在2021年6月已在疫苗标签上添加了心肌炎和心胞炎的警告 但堪萨斯州认为辉瑞的行为违反了消费者保护法并寻求金钱赔偿 辉瑞对此表示七成数是准确和科学的 堪萨斯州总检察长科巴赫指出其他州也在合作调查 预计将提起类诉讼 星岛日报报道 日本面对过渡游问题 餐饮业已在旅游景点采用双重价格制 向外国游客收取较高费用 东京丰州市场的千克万来餐厅提供高价美食 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 和民连锁餐厅会长杜边美树表示 外国游客愿意花高价购买日本美食 和民因此在外国游客需求高的地点开设餐厅 并考虑采用双重价格制 四股居酒屋他们超越口已实施不同价格 日本人和外国游客的餐费差异明显 律师授递夫如靠我表示 只要价格标示清楚 双重价格制不会有法律问题 完全取决于消费者能否接受 侨报网讯 肯塔基州联邦法官周一 阻止了拜登政府保护LGBT学生的新规 在六个共和党领导的州实施 这些州认为新规非法 法官丹尼·李福斯采定 这项联邦新规违反了1972年教育修正案第九条 原本旨在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 法官认为新规将重新定义性别 包括性别认同反的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权利 共和党州检察长对裁决表示欢迎 认为该规定会影响学校的设施使用 教育部则表示支持新规 称其是为了实现第九条的法定保障 东方日报在南韩济州市联动的一家酒店 一名员工因涉嫌性侵性侵一位中国女游客 而被警方紧急逮捕 事件发生在凌晨4点 当时这名员工刷总卡进入房间 趁受害人醉酒状态下实施性侵 受害人次日醒来后发现自己被侵犯 随即告知熟人并报警 警方通过闭露电视画面和受害人陈述 迅速逮捕了该员工 并以涉嫌准强奸罪展开调查 尽管涉事员工否认性侵 便称女方没有反抗 警方仍计划进一步调查并申请拘捕令 根据当地法律 准强奸罪是指在他人精神错乱 或无法抗拒的情况下进行了接仪行为 乔瓦2024年斯诺克冠军联赛排名赛在英国继续进行 世界排名第13位的汤姆福德因身体不适中途退赛 成绩被取消 而第14位的杰克琼斯则险胜晋级32强 汤姆福德首战以1比3负于巴尔平齐斯后身体不适 最终退赛第7小组的罗比麦归根凭借晋胜局优势晋级 第8小组的杰克琼斯和乔丹布朗均以一胜二平 晋胜局相同 杰克琼斯凭借单单最高88分险胜乔丹布朗惊险晋级32强 杰克琼斯在近两届世锦赛中表现出色 世界排名从第44位月升至第14位月升至第14位 2024年斯诺克冠军联赛是新赛季的首场赛事 128名参赛球员分为32组继续循环赛 小组投名晋级32强 乔瓦全美超过7500万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之下 尤其是大西洋中部和新英格兰地区 联邦官员警告居民采取高温预防措施 减少户外活动并及时补水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高温尤为危险 2023年有645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 气象学家建议人们减少上午时时至下午六时的户外活动 并穿浅色及宽松的衣服 南加州来控制洛杉矶北部山区的大火 生物多样性中心向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交请愿书 要求将极端高温和野火烟雾视为重大灾害 虽然大部分地区高温难耐 但洛杉矶山脉北部预计将迎来期末降雪 部分地区已收到冬季暴风雪预计 墨西哥湾中部海岸则面临暴雨和山洪威胁 预计今年的飓风季将是近期最活跃的之一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成立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